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7日 升旗易得道 好像是18日 17日 今天是18日 今天非常之多現場觀眾在這裡 大家打個招呼 今天 有兩位 客串 刁拔 大家好 接著就是Alex 大家好 Alex也上過幾次了 好 Johnny因為剛剛下機了 不用他那麼忙了 我們先錄 今天最 大的新聞就是講這個 陳同佳 應該下個星期就出獄了 變了 很多人都很關心他 究竟會怎樣呢 他的動向是怎樣呢 最新的消息就說他去信給林鄭 願意去台灣自首 我看報紙就說要求他要 希望政府配合 其實是不用配合的 你給他一千元買張機票他自己坐飛機過去就可以了 要不要人家配合呀 自首的東西 一坐飛機過去就通知對面就立即踏去就可以了 也不用通知 人家自己會踏你啦 難道認不到名字嗎 是不是呢 根本不用政府配合 政府在這件事裏面是一點角色都沒有的 你這個政府是靠底毛 是可有可無的 好了 林鄭月娥當初說什麼 逃犯修訂條例 為了彰顯公義 是嗎 要將陳同佳承之於法 因為有一條條例才可以這樣做 不然如果過不了 10月份就出獄了 會逍遙法外 那為什麼要撤回呀 原來不用公義的 原來撤回就可以了 當初叫你撤回又不撤回 就說要 社會公義 搞到三個多月之後才自己撤回 撤回到現在 原來不用你撤回 自己去自首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跟他談一下就可以了 你坐近一點 是不是 他 所有事情 他自己就量出來 根本就是在那裏困香港人 他自編自導自演 但其實就是做些事 想著去領工 誰知道就害死自己 這件事其實我們之前分析過了 真正的 逃犯條例的用處 根本就不是陳同佳 他只是一個紡紙 他目的其實是要拉一班 由大陸 把很多錢搬來香港的貪官 又或者那些不法的商人 又或者那些濕了細的中共紅二代 紅三代 那又可以名正言順 把人家搬回去 連錢也搬回去 沒錯 例如之前在 四季酒店 硬硬夾的 那個叫做 蕭建華 蕭建華 另外就是 吳小輝就不用香港夾了 大陸夾得了 這類人 主要他們 這條條例 其實目的就是對付他們 那些 利用香港作為國際的 走資中心 或者是大陸的 成為大陸的一個犯罪中心 在香港成為一個金融犯罪的天堂 因為 來了香港就有機會 不用 給大陸的刑責 其實我覺得是多餘的 你要夾他就能脫掉嗎 那如果還存在那些洗頭艇 又做甚麼呢 其實他的說法 他是想明正言上的法例 來動那些人 這叫洗頭艇合法 對 說真的 你如果要洗頭艇合法 就不用搞那麼多 現在香港政府 當初他說的條例出來的時候 就很冠冕堂皇 但是大家看看 這兩個月來 由8月份開始 他們那個政策 根本警察都已經不用守法了 你完全不用甚麼法例的 警察街邊隨便拘捕人 也可以插裝嫁禍 剛剛說拉汽油彈的兩個年輕人 把他反綁雙手 然後就印到他的手指 有手指就沒有了 插裝嫁禍 這樣還要公然 今天上了庭 上了庭都說被插裝嫁禍 然後說袋裏面的武器 又把警察放進去 老實說 別人說我都一定相信 因為現在 警察說的話 我們是會百分之一百傷犯 因為他之前被人影響 被人影響過很多次的例子 沒錯 就算這次的那些年輕人屈你 我們也相信那些年輕人 因為你們所說的話 已經百分之一百是說謊 因為你的底子已經花了 不是花那麼簡單 在法庭上已經不是再是一個誠實的證人 是呀 可信的證人 你其實是 如果以法庭的標準 你應該是被斷定為可恥的證人 不是可不可信的問題 已經是可恥級數 正如當時有一個人 我也覺得是法輪功作出來的 中國已經是被列為可恥國家 當然是法輪功作的 應該是 因為除了 除了 我想不到這個世界上哪個政府會敢說中國是一個可恥國家 雖然很多人心裏面可能會這樣想 但是不會有官方的立場說出來的 是不是 那麼這次這件事呢 下個星期 他就會去台灣 是不是 那麼剛才我們也 也有 解釋一下 他去台灣 可能那個刑期也未必會 會判死刑 起碼他也是 自首 那肯定會輕判一些的 還有他犯案只有19歲 大家要賣一點 犯案的時候只有19歲 這個可能也不會判那麼重的 也是殺了人的嘛 但是有些可以考慮 因為在台灣來說 比如說投票也是20歲才可以投票的 哦 如果19歲就算是未成年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 日本是20歲的成年 哦 他是根據日本的法例 他是像日本的 台灣我看到很多時候 那些兇殺 其實判得都相當輕的 我那時候有看過一堆的報導 我有一段時間對台灣的印象很差 因為他的司法 基本上是鼓勵別人犯法 是想惡罰善的 這個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台灣 以前是被人覺得是嚴刑進法的 為什麼呢 他根本就不是用法律 是靠惡的 以前的戒嚴時期 但是當戒嚴時期過了 但是法例又沒有跟回 結果就搞到現在的情況 很多判很輕的 譬如說最離譜的一件事就是有個大陸的留學生 走去招攬一些人 去做修情報 結果判了多久呢 一年連十個月 哦 這麼輕的 是啊 有些人每個人都在吵 還有還有 特別是對大陸的事情很嚴重的 他們的法例 不敢判 不是不敢判 是因為他們以前 一直都當 那個叫做中國的地區 叫做大陸地區 他當自己是中華民國 那裏都是叫做中國的 所以如果大陸派間諜去台灣 就不當是外國間諜的 哦 原來是這樣的 即是內奸 是啊 所以判得輕很多的 哦 這樣 這次消息說有機會判十年了 這個陳同佳 說真的 十年好 多少年都好 陳同佳 其實他可以說是對香港有功的 這個陳同佳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不是陳同佳 就沒有辦法 爆發起一場那麼大的革命 也不會把香港特區政府和警察那種最陰暗的面 一一揭出來 一次過反了 不單止 他還把中共假裝好人 假裝紳士假裝了十幾年 赤裸裸地把他的面具吹下來 脫下來裏面還是血液的 哦 也 也是等於 偷拍到 中共 晚上還是在吃人 好像那些魔教教主一樣 吃小朋友來補身 練大法類似的東西 是不是 即是 大家會看到 一些 我們 不敢想像的畫面 是這次這四個多月來 一一呈現在大家面前 以前大家 不發覺是因為未到達到壓力 現在壓力一到就爆了 是的 而人 可以邪惡得像香港警察那樣 其實已經很難得了 為什麼 在街上 只是 不妥他講一句 就被他衝過來吐 是不是 亂棍吐打 圍吐 打完還要告他襲警 然後回到警局 不知道要繼續打多久 是吧 NOW TV記者 原來被中了彈之後 拘捕了警局再打多兩個小時 再打多兩個小時才送去 這個叫做醫院 不是 不是問題 跟著警察還出來說大話 說 溝通上誤會 又說沒有拘捕他 大家想想 一個 政府部門每天出來說大話 大家已經很難撐了 我已經不看了 老實說是他 剛才開記之後我聽了頭一兩次 聽聽一下 老實說根本就不是人家說的 現在這群警察 他們真的覺得有恥無恐 哥哥學了哥培爾 只是當自己是哥培爾 你以為謊言說一千次就會變成真理 現在沒有的 現在全部有 網絡世界 你所說的東西就是 正功來的 雖然未必可以即時呈堂 將來 你是會受到 不同程度的審判 因為不只是在法庭可以審理 我敢說 今次 這個革命 不論成功失敗 你警察也一定是壞掉的 將來一定是 最大的 要成售後果的 就是拿來祭旗 是的 不論贏輸 你也是用來祭旗的 老實說 今次如果示威者贏了 你們一定是 一定是沒有好死 就算示威者輸了 被你們強硬鎮壓了下來 你可以殺一萬人嗎 你可以殺五萬人嗎 或者將這個 今次的仇恨 再一次 押後 遲一點點再來 其實是禁止的 即是那些人 可能即時 就不要反你桌了 到了大家都凋淡了的時候 那些人就動手了 你沒有辦法避免 因為這次我想不止一千人被人打穿頭 肯定不止 每個人都會打穿頭 是不是 連那些 人家去公園都會打穿頭 伯伯也打穿頭 伯伯也打穿頭 年輕人也打穿頭 13歲你打穿頭你還是人來的 那些年輕人是打得下手的嗎 是不是 你說他是犯來的 你們執法 執什麽法 那些是什麽犯 殺人呀 強姦呀 跳灰呀 你對毒犯也不是這樣 也未必是這樣 你對林國雲也不是這樣 老實說 現在 他們是把自己推到最後絕路 問題就是 由誰動手去動他們 即使你說 到時這件事真的被你硬碰了 你以為 上面或者政府會 真的放過你們嗎 因為你們是最壞的那些人 最後都要拿你們出來祭旗 換回市民 因為 現在市民的團結程度 在香港開埠以來未見過 從來未見過 為什麽呢 今天有個 Facebook說得很好 香港人 是最 他 珍惜時間 覺得時間是很寶貴的 值錢都不得了 因為 寸金難買寸光陰 但是香港人不為了抵制港鐵 可以早很多出門口 不搭地鐵 可以為了 出來示威 走去走這個麥理好徑 又斷門走去荃灣 是不是 你想一下 香港人那麼珍惜 覺得時間那麼寶貴 他們都願意浪費這些時間 就是要跟這個政權對抗 即是說香港人已經覺得 最值錢的東西 就是跟這個政權搏鬥 現在很多人就是什麽都不做了 這一生人剩下的時間就是搞搞你香港政府和佳佬 沒有了 是不是 老實說 現在的年青人 我們這個年紀都已經開始不年青了 已經步入中年 我們覺得是對他們不住 香港是我們的家 我們是 應該是大家一起守護 不是由年青人十幾歲開始被人打破頭 被人拉到警署再虐待 甚至乎 不論男女被人強姦 但是我們 很多人都會 有機會 我們就會想辦法報仇 我可以告訴你 幾百萬人 有機會我們都會報仇 用其他方法 現在大家已經在做一些很長遠的事情 例如說 大家罷買 罷出街 還要你地鐵已經十點收 罷出街 沒錯 大家抱著一起死 是不是 攬炒 多謝政府幫大家攬炒 是啊 地鐵以後收十點 現在我們 不夠乘搭你 乘搭巴士 乘搭其他交通工具 是不是一定要乘搭你的 第一 你地鐵 接下來我們不只是抵制你地鐵的鐵路 抵制你地鐵所有的商場 抵制你地鐵裏面 在裏面開檔的 那些店舖 我們全部不能光顧 是不是 不知道的 很多的 總之任何地鐵裏面的店舖 我們全部不光顧 要給一個訊號 你光顧港鐵旗下的商場 是的 都會被香港市民退棄 制裁 不是退棄那麼簡單 所以如果早上要買三文治 就在自己家附近的小店買了 帶回公司 是的 或者在公司附近的小店買 沒錯 總之就不是 有認證的那些黃絲店舖 就不光顧 現在其實慢慢市民 只要肯大家都團結做這件事 抵制所有藍絲店舖 一律不光顧 就算美心也要倒閉 如果香港市民真的這麼堅決的話 這麼大集團的幾百億的集團 都可以倒閉 因為現金樓每天都沒有的時候 你又要交租一定受不了 一定收縮規模的 不是呀 可能民建聯這樣召集一些人 召集藍絲要去光顧 召集吧 因為 我可以告訴你 香港你的數字 是計100%市民 光顧你的數字 現在有八成的市民 是不太過政府的 即是你的客戶群 已經縮成了兩成 還有 現在他們 我敢說 藍絲的那個消費能力 一直都很弱 不是說看少了你們 或者他們不是消費能力弱 他們是很精打細算 還有 口爽河包納 是的 還有那時候有一間 好像那些 和牛的打邊爐 還是那些 牛肉的打邊爐 那間就真的是傻子 當然你可能是老闆不關事 請了一個伙計 伙計就說不歡迎黑衣 喂 光顧你那些就是年齡層的人 是不是呀 你試一下叫那些藍絲去光顧 很難呀 是不是呀 是不是呀 不過現在都發現了一個問題 有一個行業 老闆一定不會出來說 就是卡拉OK的老闆 哦 那你敢不敢說穿黑衣不歡迎呢 如果你是生意人 是呀 不用做生意 如果你說 mewy是吧 我不知道呀 我真的很想看看 那個最直接衝擊的老闆有什麼證件 不過卡拉OK呢 都認識沒有 這是說真的 現在的年輕人 直接不出來消費 有就留了錢買房毒面罩 真的呀 現在外面的年輕人說真的呀 我們香港 未見過那些年輕人那麼團結 那麼生性 你想一下 那些年輕人其實早兩年 不用說現在 一年前 香港的年輕人的問題是什麼呀 怕你吸毒呀 怕你擺頭呀 怕你出來做援交少女呀 怕你出去學壞呀 現在不是呀 現在連這個時鐘酒店都省了 拿來做抗爭呀 是啊 現在哪有這些東西呀 你想一下大家 香港人現在這幾個月的焦點 全部放在抗爭那裏 不論輸贏 你想一下他們 將來是會怎樣應對的 贏了 你們不用想啦 你們一定會扭街啦 輸了 你覺得他會出來唱K嗎 我不覺得呀 我不覺得那些年輕人輸完出來唱K 一班裏面40個同學 可能現在沒有那麼多啦 30個同學 20個人 被警察虐待過 可能5個人進去 或者被人在告暴動 哪裏會有心情出來消費呀 還有呀 那些喜茶還沒有人喝 哪一個會喝喜茶呀 現在大陸的東西 真的呀 四個月前那些人排隊喝喜茶 我們還吵架那些年輕人 你真是在大陸喝喜茶 去吃海底撈 現在哪一個回到大陸呀 真的沒有呀 我可以告訴你呀 這次的革命呀 是連深圳也堆倒 不是只是堆倒香港呀 是堆倒深圳經濟呀 你說深圳沒有香港人 你吃糞便啦 你媽呀 是不是呀 不要說深圳呀 現在 根本大陸也不行 剛剛我們 泰國回來 那邊 不只是曼谷 巴提雅 在布吉那邊做生意的人 今年生意少了七成 人不是少很多 人也少了很多 但是生意少了很多 過來的人沒有錢 洗的最便宜 吃的最便宜 不捨得洗不捨得吃 自己帶杯麵的 是啊 很少外出吃 去巴提雅帶杯麵 是啊 香港已經有了 香港已經有了 香港也見過了 但是巴提雅 香港很貴嘛 巴提雅 我們真的有些 奇形怪狀 不肯花錢 不捨得花錢 現在 他們 有解釋的 有向當地的人解釋 他們全叫救命 現在 國家少了放人出來 不放人出來 其實不是 是上面沒有錢 現在那些人 沒有錢 出來洗的 因為上面經濟很差 因為大陸也找不到吃 你放也沒用 你想想 那時候不是說的 說韓國瑜做了高雄市長 應該拼命放人去高雄 是啊 但是現在 一按大陸遊客 沒得理 高雄一樣沒有客 一樣按你 一樣不會放水給你 高雄的情況 特殊 因為他知道韓國瑜沒得玩了 玩完了 幾個月前 還沒玩完之前 都已經沒有了 他本身也沒有什麼錢 這個問題 我們說真的 就跟你攬炒吧 我不相信 攬炒你不死 很簡單 共產黨一直都是一個 全能的姿態 在大陸 每個人都覺得共產黨全能 是無所不能的 做什麼都可以的 你又出街開始被監控了 多少歲 在哪裡住 在哪裡讀書 全部都知道了 無所不能 像上帝一樣 但是原來香港就搞不定 那麼香港 會多久搞不定呢 是很久也搞不定 隨時香港可以拖死你大陸 也不一定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們分析過給大家聽 其實內地有很多人支持香港 不過他們的聲音 沒有辦法在大家看到的渠道出現 原因就是 如果在微博說他支持香港 一會兒就被抓了 立即公安上門了 根本就過不了金盾工程 是的 一秒都出不了 即時被人 就屏蔽了個戶口 看不到 在微信裡面的說話 或者在 透過wechat裡面說話 你一出現 就會有網警去找你 即時上門的 這是大陸實名登記的 大陸走不掉的 有GPS定位 你根本走不掉的 所以呢 大陸 支持香港的聲音 是完全出不了街的 只有反對 只要吵架你香港人 屠殺你香港人 那些就能出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會單方面覺得 大陸人很糟糕 說真的 大陸很多人是敢怒不敢言 當然有些 說得很離譜的話 是特意說的 令到你們 國家形象不好 大陸有些都會玩的 是的 即是 他那次 搞NBA 每個人都貼那些 出來 根本就特意吵架那群人 讓你們 糟糕 其實大陸也是有部分 那些人是會玩的 結果出到現在 就想收也收不到 現在不去 現在反過來 別人說 那個主席 施華 他說 中國很多部門 很多政府的部門 要求他炒 火箭總經理 我們做不到 我們不會做這些 甚至乎處分也不會 他也做不到 然後 梗爽出來說 立即否認 中國政府沒有向你們施壓 因為他知道NBA得罪不起 人家本身 只是在美國市場 比你十多倍大 人家可以不做你的 不過有你多舔 你想想NBA的市場多大 人家自己做3億人國內生意已經夠了 根本就不用預理 不過你要送錢給我 沒理由不要 所以 所以 我覺得是不用灰心的 我們是有機會攬炒大陸的 因為當大陸的 當大陸的人 裡面的內譜的人看到 一個全能神 四個月搞不定香港 六個月搞不定香港 八個月 一年 這個政府是什麼政府 全能神好像不夠法力 大陸就有很多問題會爆出來 開始懷疑 是啊 尤其是一個極權裡面 開始懷疑那個 領導是不是全能的時候 其實那個地方就開始會有機會 出現危機 現在他自己的經濟都在 在下跌 剛才說泰國的問題已經是 他們說在巴提雅那些店舖的生意 都叫救命 本身 預計了你那些 預計了一條數 會做多少生意 一跌跌那麼多 今年他們說一路都沒有好過 全年都沒有越來越差 然後加上這個 這個豬肉 現在搞成他的樣子 豬肉就不關 泰國的事 不關 但問題就是 他搞到現在 基本上回到 每級年代 沒辦法的 那誰叫你信創俄羅斯 一個專門利盆情的國家 你就這麼信他 是不是 他又要不買美國的東西 那就該死了 那你去買巴西豬的 巴西阿根廷大把豬大把牛 都很便宜 是不是 那沒辦法的 我們其實吃不少的 很多人不知道 經常都說 沒有大陸的東西不行 你呀 每天去茶餐廳吃的豬扒牛 放哪裡來的 你真是大陸來的 巴西比大陸還便宜 因為真的便宜 因為他的人口少 他產量又多 加上運費也便宜 你想一下 巴西運過來多遠 加上運費也便宜 今天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節再談 我們下節快樂 在書要來 使用